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浓烟直窜的画面 这其实是发生在22号 就有一艘载运油料的俄罗斯船只 遭到乌克兰给攻击沉没了 所以现在目前还有两个人 是下落不明的情况 另外乌军也公布了一个画面 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急速弹 来狂轰俄军的浮桥渡口 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 现在目前库斯克的战况 的确是在升级当中 这个桥是位在塞伊姆河上面的 一个浮桥渡口 等于说他们俄罗斯临时搭的浮桥 他们又去把它给炸掉了 所以现在的确你来我往 俄罗斯 乌克兰也首次承认 他们是用美制的武器 去攻打俄罗斯的境内 包含了像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系统 这一次也是攻打库斯克地区 后勤行动的一个部分 这也是基辅当局首次正式声明中承认 就是有运用美国制的武器来打俄罗斯 我们看到连欧盟也表达赞成 他说依据国际法应该是要取消 基辅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所以好像现在美国也好 或是欧洲也好 开始都觉得说放开那条线 原本说不可以打到俄罗斯 也不可以用美制武器 但是现在这些线的限制 是一一的松开来 另外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 就说有一些乌克兰的新兵 其实是拒绝开火的 这是来自于美联社他讲法 他说乌军的指挥官说 有一些新兵他们是拒绝向敌军开枪的 因为也不太会拆装武器 太多年轻人被逼着就这样上战场了 所以连一些基本的一些 协同战斗动作其实都有困难 甚至还有一些新兵就直接离开了岗位 完全放弃作战 这会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吗 因为接下来乌克兰的独立日就已经 倒数计时快要到了 接下来这几天 就是在独立日之前这几天 可能会有来自俄罗斯的 无人机或飞弹攻击 他们说这个几率会增加非常多 中国众务大使馆就提醒了 空袭在内的这种安全风险 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呼吁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众 不要前往乌克兰 因为这可能战争正要升级 就在这一个独立日之前 就是最危险的一个时间点 那泽伦斯基他现在去视察了苏米州 我们看到普京就有提到 他就提到就指控泽伦斯基 就说试图攻击一座位于库斯克境内 然后跟这个爆发战事的 这种俄罗斯的边境 其实大概只有相距50公里的核电厂 所以他就说你怎么会 意图来攻击我们的核电厂呢 当初我们去攻击你们的时候 其实都还避开这个核电设施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 直接去攻核电厂 恐怕又要再触动到 俄罗斯的一个敏感神经 就是你现在开始做一些 更危险的攻击跟反击 CNN他们现在进入到一些乌克兰 他们掌握到的一些区域 那也是惹怒到了俄罗斯 那他们说这是库斯克这些领土 不可以是CNN记者进来的地方 那我们看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他们讲这些记者 已经在乌军控制的库斯克州这边 拍下了一些新闻画面 他们马上会被列入到 国际的通计名单 就是说哪怕乌军 已经去到这些地方 但是他们认为 你CNN记者还是不应当来到 这属于他们认定的 俄罗斯的领土之内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这李强他也是跟白俄的 卢卡申科见面 因为现在目前白俄罗斯 也是遭到了西方国家制裁 那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 跟中国大陆有签署一些自贸协定 比方说像是服务业或是投资 能够根据这个自贸协定来 更加的往来上面更加便利 那他们说未来的五年之内 对华出口将会上升15% 也希望能够吸引一些 中国大陆的一些资金来投资 至少上升30% 那李强讲了 他说中方其实也跟白方 愿意是这样子来携手合作 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的共识 那来增加一些战略的对接 那现在目前白俄罗斯也是回应 就说感谢中方对于白俄的经济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帮助 比方说像是经贸 农业 科技这些领域 都有很显著而直接的一些合作的提升 那李强也跟这个白俄的总理 哥洛夫勤科来进行会谈 他们说其实现在这个贸易额 已经是30多年前的140倍 那2023年甚至已经达到了550亿元 所以现在白俄罗斯虽然也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可能也是配合俄罗斯要提升这个战备的一环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说 在他们的这个自贸协定上面 能够跟中方有更深的绑定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美国现在 的确是已经放开了乌克兰的种种限制 让他们放手一搏了吗 我觉得指标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ATACMS就是陆军战术导弹 可不可以打库斯克 目前是只准他打克里米亚 那第二个就是F-16 F-16可不可以加入战争 因为俄罗斯之前有提出警告 说提供F-16的就是丹麦跟荷兰 普京不是又讲一段话吗 说欧洲某些人口稠密的小国女 就给我注意了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 那个坦克是英国提供的 比如说德国也有提供暴宜坦克 结果俄罗斯就警告德国 因为库斯克是二战的时候 苏联跟纳粹的坦克大会战的战场 勾起了他的历史回忆 所以他就警告德国说 我如果发现库斯克有暴宜坦克 我就直接倒柏林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一场战 有一些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 俄罗斯要会怎么回击 第一个就是 他把库斯克这个战争 定位为恐怖袭击 不是俄罗斯战争 他把他定位为恐怖袭击 然后你去看普京最近不是去 那个北奥赛提亚还有车臣吗 然后在北奥赛提亚 他不是去那个被施燃那个学校 普京是跪下来 五体投地 就是悼念那些罹难者 实际上当年普京做这个动作 结果就决定报仇到底 结果那个车臣 就是杀害他们的那些恐怖分子 就是被追杀到最后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意味着 他会把 他又说库斯克就好比 库斯兰的 那个被施燃的恐怖袭击 所以我认为普京 恐怕回击的力道会蛮重的 就是他就觉得你就是恐袭 然后打到俄罗斯境内 所以为什么才会传出 就是明天8月24号 乌克兰独立日 很可能乌克兰的重要的城市 都会被攻击 那目前当然大家 瞩目的是基辅还有奥德萨 这个美国已经提出警告了 那接下来当然也包括 因为俄罗斯的 那个炮兵火炮部队已经集合了 那因为 因为那个 我们说那个苏甲那个地方 就是乌克兰现在占据的那个 在1100多平方公里那个地方 那是丘陵地 你用空军去炸 那比较容易躲 所以他火爆部队到了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烂炸 所以而且他也搬了 FAB1500公斤的炸弹过来了 所以我认为反击即将开始 而且他 他目前都是打他的补给线 就是从乌克兰苏梅到苏甲这段路 然后苏梅也被烂炸 我认为就是 俄罗斯这次的反击 他会仅止于把乌克兰的军队赶走吗 还是会继续往前打 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顿内斯克尔那边的东部战线 目前俄罗斯大概已经 也快要把红军村给围起来了 那红军村如果真的也沦陷 那我觉得未来 乌克兰就不太妙了 等于是俄罗斯从北方打下来 然后又从东边打过去 那乌克兰怎么办 那这个可能还会联动到 拜登政府 还有贺锦丽的选情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到9月中会比较明朗 可是目前你看到 乌克兰在炸桥梁 就表示他已经改成防御作战 不然照理讲 他应该一直打出去才对 所以你这个突袭变成防御的时候 那接下来就是打消耗战 那这个地方 乌克兰消耗战能够撑多久 其实真的是不疑问 好 来请教赖老师 这次我们看整个局势 有在外溢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中国大陆跟美国 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的情报 并没有相互分享 所以是美国在做政治情势 跟军事情势的判断 大陆也是在做 可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 都感受到这段时间 也许明天到后天 在乌克兰的情况 情势可能会比大家危险 所以都已经在呼吁说 本国的公民不要到乌克兰去 在乌克兰的公民 如果能够走就走 如果真的不能走 就要寻求紧急避难 那也就是说 一定要到防空洞等等的 地下室可以避难的地方 要寻找这个避难的方式 那这个都已经发出 不约而同的两大国 都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这代表什么 而且不要忘了李强 刚到俄罗斯去访问 那我们必须这样推论 就是李强也应该有跟普丁 或者跟相关的人有谈到 有关于乌克兰的情势 那么到白俄罗斯 也可能嗅到这个 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会在这段时间跟美国刚好 几乎是同时就发布 我觉得这代表乌克兰的局势 确实是比他紧张了 那普丁前段时间去高加索 其实是想先稳住 高加索这个地区 免得美国在亚美尼亚 亚塞拜然这个地方 去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 然后把这个矛盾 那么烧向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就另外开启一个战端 所以他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是有稳住这个地区的功能跟作用 而且也把车臣 因为这个都是跟车臣 他们都连在一起 全部都在高加索这个地区 那当然他的这一下跪 我们看到今天 俄罗斯的驻美的大使 他就已经有讲了 他讲得很明白说 普丁已经下定决心了 对于所有入侵 俄罗斯的这一些相关的人员 这也包括了 哲联斯基 陆军司令 还有他们的所有的指挥官 以及外籍的佣兵等 我相信俄国现在的情报单位 开始在收集这些外籍佣兵 他们本身的这些 资料跟身份的识别 因为他谈到了说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会受到严惩 这个严惩的意思也就是 终身罪杀到底 我想这个态势已经摆得很明白 那也就是目前的局势已经开始推 那大家在问的是 那明天 后天 如果开始反攻 或者是开始会怎么打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原本双方 所谓的双方是俄乌跟俄国 跟北约有个木器 战场在乌东这个地区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 乌克兰已经打入二进了 而且欧洲北约的武器 也可以使用在俄罗斯的境内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 那这样子情况下就没有框架了 没有框架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那当然明天对于 重要的战略城市的轰炸攻击 那这个可能就在所难免的 对于欧美的放在乌克兰的 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 还有他的武器的弹药的对放地 那么进行更猛烈的攻击 造成更多的外籍人士 也就是外籍佣兵的死亡 这也可能就在他们的框架内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是 摆得是已经很明确了 最后一个我觉得要谈到的就是 李强到白俄罗斯去 我觉得他有几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到白俄罗斯的投资 事实上是增加很多的 那他必须要确保他的投资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的投资 要得到保障 确保这个一带一路 因为一带一路 在欧洲线这个部分里面 是从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 进入欧洲的 他要确保这条线 必须要能够畅通安全 那么也就是说不要被中断 我想他这次去白俄罗斯 除了加强化 跟白俄罗斯双边的贸易 再往上提升 然后强化彼此之间的投资以外 也要保障中国的投资的利益 那么不能够受到损害 那么也要确保 这个一带一路的连线 不受到伤害 我想这个是目前李强 在白俄罗斯他去的话 他有他的功能 好 来问一下将军 这一次乌克兰 他跨境作战 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过去 我认为他有点感觉到 就最后一搏的感觉 因为他现在 这算是占了1200平方公里的 这些俄罗斯的 这些方面的领土 但是他要能够确保 我认为难度是相当高的 因为他在平地跟丘陵地带 这方面的掩体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这个空旷 开矿的地区 要能够确保战力 是有它的相当的困难度 现在如果是俄罗斯大量使用的 就是急速炸弹 就是子母弹 以及它的油气弹 就是云母弹 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会造成乌克兰跨境作战的军队 非常大的损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都在切断对方的补击线 乌克兰对俄罗斯 他把他的这些重要的连外的桥梁 把他炸断 同样的 俄罗斯也对乌克兰跨境作战的 后面后方的补击线 也给他做切断 大家谁能够保持补击线的畅通 也能够迅速恢复补击线的 这方面被对方所造成的这种破坏 我认为这是个关键 因为这个跟战力 后续战力的发挥 跟后续的这些武器前运 这一方面是有相关关键的影响 有影响力 我认为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他要决定有两个关键 是决定了乌克兰后续的战力 第一个 这个乌克兰所获得的F-16战机 他的火力资源的多寡 他能够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对当面的俄罗斯的 这些上来的这些作战的部队 能够造成他密接资源作战 在这一方面对俄罗斯的这些军队 或者是他的弹药库 后勤的设施 造成重大的破坏的话 那这样子 所以乌克兰在前线库尔斯库作战的 这方面战力的这种耗损 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认为 毕竟F-16的这方面的 所能够发挥的火力是有限的 第二个关键我认为 是补及线畅通的确保 因为双方都在 都在切对方的补及线 到目前来看的话 俄方恢复补及线的 这方面的能力 是相对比较有利 因为毕竟在二进 在二进他自己在当家 在这一方面他有地利之变 所以恢复补及线 俄罗斯会比较快 但是乌克兰在这方面 因为他是强弩之末 想要恢复他的补及线畅通 乌克兰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个唱打下去的话 乌克兰虽然做最后的奋力一搏 但是我认为 他所能够得到的战略的效果 是有限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 我是伟佳琪 刚刚谈过了国内建制 现在要谈您聊一聊 这国内的局势之外 还要聊一聊国际的局势 那么当然加入我们这一节的来宾 包括有资深媒体人士 韩兵 韩兵哥 我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文化大学 长卓教授杨有明 杨教授 我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退役少将 栗正杰 栗将军 我安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我安 好 我们今天当然要跟大家 聊一聊国际局势了 要先带大家来谈谈这乌俄战争 已经打了这么久了 目前乌军看起来是要绝地大反攻了 只不过目前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俄罗斯有两个空军基地 又遭到突袭了 一个机场拒手毁了八架战机 跟另外一个油库 弹药库也都被炸 现在已经是严重毁损 乌军的无人机16号下 是击下了这个诺夫哥罗德的 萨瓦斯利卡空军基地 三架战机直接被摧毁 甚至五架战机也面临到 受损的状态 现在有超过20旅 在打俄罗斯的本土 三万乌军不见防御猛攻 现在专家说 这可能是一个代诈高昂的博弈 因为这个分析师认为 现在乌克兰军队 已经出动超过三万人 推测就乌克兰很可能 真的是在计划谈判的时候 用占领俄罗斯的领土 当作筹码 来交换俄罗斯占领的乌东领土 只不过你看 这乌克兰现在以牺牲防御 当作代价 加强在库斯克地区的收益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博弈 因为他等于就是孤注一职了 乌克兰现在在库斯克站稳 划出防线并守住 才能达成跟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建立缓冲区的计划 但是现在乌东的状况是如何 因为俄罗斯并没有积极的回应 就库斯克的攻击 反而在乌东是加强进攻 也因此让乌东地区 现在是告急的状态 俄军趁着乌军调整的时候 猛攻顿巴斯 连收复四个阵 那么卡霍夫卡 现在是大坝已经见到了战火 乌军在攻入俄国的库斯克 虽然是有进展 但是相对来讲 你俄罗斯也针对乌东来做进攻 俄军趁着乌军调兵 赶快又打库斯克的时候 他也来猛攻 所以在乌东的情势 现在可以说是告急的状态 那么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就说了 普京已经就回应乌军入侵 做出决定 俄罗斯的大使说 国土不会说有什么的缓冲区 也就是说这乌克兰 总统泽伦斯基的美梦 是不用做了 对于回应乌克兰入侵 库斯科的边界屈上 俄罗斯政府已经下定了决心 而且这报复会很严厉 是严正的来警告 只不过现在欧美参战 连俄罗斯现在也火了吗 你可以看到的是 拜登与泽伦斯基通电话 说他会跟乌克兰提供价值 1.25亿美元的新军员 那么拜登就说了 将动用总统提用权 从国防部的库存 直接调取武器 来这些装备 直接给乌克兰使用 缩短交付的时间 是不是要在他卸任之前 赶快完成这件事情 泽伦斯基就在X平台直接讲了 我对美国新军事的援助计划表现欢迎 因为的确乌克兰迫切的需要运送这些武器 尤其是特别这些额外的防空系统 需要来保护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社区 甚至是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 但是乌军现在连轰 这个扶桥不让俄军逃 美军的重武器 打在俄国的领土上开绿灯了 现在俄罗斯火大猎杀 美国的志愿军 你可以看到乌军在库斯克的攻势 分为五个方向 而帮助乌军在库斯克作战 还有美国的雇佣兵 你不只给他武器 你现在就连雇佣兵都已经上阵了 但这些人现在似乎已经被俄军给歼灭了 因为根据俄罗斯引述的报道指称 这个美国雇佣兵曾经在几天前 网上公开他们进入库斯克的战斗照片 由于这个是创始人贝尔斯亲自带队 他原先是美军的散兵 退役后他创立了这样的组织 目前不确定他的人是不是还活着 有一说是说这个人已经被俄罗斯给歼灭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小心你敢支持 我就连你一起打 就连波兰想要协防乌克兰空域 现在都已经被警告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否则我就把你也当成目标 那么波兰日前已经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个协议 他说要在乌克兰上空来帮忙 就是应对这些俄军导弹无人机的进行拦截 俄罗斯外交部指称波兰的行为 真的是很危险很冒险主义的冲动 他们警告如果你敢拦截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使用的远程武器 那么不好意思我们将会有充分且具体的行动 对于波兰展开回应 就是说你敢帮他我就打你 所以这个警告意味是相当浓厚的 只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现在是不是中美拼代理人之战 有人就说美国部署一架侦察机 监视俄罗斯的行动 乌克兰独立纪念日前夕 美国也宣布对俄军工业全面性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就讲到了 俄罗斯已经经济 已经变成了客工军工 复合体的服务工具 美国财政部甚至声明 这些制裁针对俄罗斯 境内大概400名的个人跟公司 他们的产品服务 让俄罗斯能够持续侵略战争 并且规避制裁 那么现在北京是不是想要发兵 帮助俄罗斯了呢 李强跟普行地下舰 那么现在大家都说 他们是不是在谈一个军事合作 尤其是现在X帐号里面 有个消息指出 中国陆军司令李乔明访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的陆军总司令指出 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见的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代表团 已经抵达莫斯科 甚至还有另外一个账号表示 在中俄讨论的同时 莫斯科遭遇到战争开大以来 乌克兰最大的无人机空袭 有分析就指出了 为了躲避空袭 李强还有俄罗斯总统普行 不得不在一个地下碉堡 也就是所谓的地下见面 就是乌克兰给中国和李强 一个下马威 所以现在这众说纷纭 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消息 不断传出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立将军你怎么看 这个乌俄战争目前打到现在 乌军的反攻算是成功 这场战争不得不让我佩服 我们的老祖宗孙子 我用孙子讲了几句话 你看跟这场战争 现在讲的一不一样 孙子兵法九地篇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诸侯自占其地 这叫做散地 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之内打仗 那叫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叫做浅地 不深叫浅地 你想想看 这两个地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说在自己的国境之内作战 之前乌克兰是在自己国境内作战 所以他可以获得很好的补给 他可以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 攻势据点这些东西 所以说为什么俄罗斯的军队 他可以打那么久 他要每天每天的进展 大概两三公里 两三公里 推进得很慢 因为补给线不利于他 这个作战攻势的据点 然后乌克兰都有很好的距离 现在来讲 这乌克兰放弃既有已经很好的攻势 主动去攻击人家 主动去攻击人家 而且这个没有攻击得很深 这叫什么倾地 你看看他总共占你的面积 现在是说大概1263平方公里 但是我量它的宽度50公里 如果算深度来讲的话 大概是30公里左右 30公里你知道在我们军事上 是代表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后勤设施 没有办法往前面推进 你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 一个安全的缓冲区 因为30公里 火炮都涉及40公里 我不要用飞弹打你 我不用火箭打你 我用炮兵我就可以打你的 所有的阵地 所有的后勤设施 我用炮兵就打得到 所以这叫潜地 然后我们再看孙子彭 他讲的下一句话 这个闪地无战 这个清地无止 就是你现在进入来讲 你觉得不能停下来 你必须要往里面继续推 你看我们村子编码多有智慧 平时这场战争 你就是要往前面推 推到多少 我认为最少退进50公里以上 退进50公里 就最起码你在要到敌人的 轻炮兵的射程之外 你才可以确保这个阵地安全 这时候你的后勤基地 才可以往前面推进 所以现在来讲很明显的 乌克兰的军队来讲 自己去乌东地区 有很好的据点攻势而不用 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打仗 他又没有办法深入的攻击 没有办法建立安全防御区 你刚才我们村子编码 下一句话讲什么 凡维克之道 就是乌克兰现在 你到人家国土里面打仗 叫维克之道 这个主人不克略于饶野 就是当你主人 我一定是攻击夺取你的要点 现在乌克兰在干什么 他去炸人家油库 弹药库 合理来讲的话 弹药库当然你可以炸 但是我觉得油库来讲 是你要夺取的这种战略目标 因为你的战胜油都是一样 绝对不会分说 这个俄军用的油 跟乌军用的油会不一样 所以说孙子编码下去 还讲说是 深则钻 浅则散 你如果说是要深入来讲的话 你要专心的往前面 众生地去打进去 你这样才能够 确保你后勤的安全 如果说你一直在浅地 你没办法深入攻击的话 你就闪掉了 所以你看孙子 在两三千年以前 我们的孙子编码评论这场战胜 就已经在评论 评论之后 于是最后一句 他讲了什么你知道 三与之士 何于利则动 不何于利则止 如果说你认为 对你攻击是有利的话 你就应该继续的攻击 如果说你评估这场战争 这场态势对你不利 你就应该要立刻停止 可是现在很遗憾的 就是说军事来讲 我相信所有的 全球的军事学者 像我们学军事来讲 大概都看得出来 这场战争 不应该 就也在战略的角度 不应该这样打 可是问题是说 有时候我们军人是 受政治的指导 那泽伦斯基 他是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考量 他认为说 我是不是能够夺取块地 然后再上谈判桌的时候 对后续来讲 我的谈判有利 甚至于他认为说 是美国可以协助他 可是我觉得 如果就军事立场来讲的话 今天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替自己良好的乌冬的战力 而不要 然后跑去那边打仗 自己又没有办法建立 这个兼顧的防御战力 所以他守也守不住 那很快的我想说是 可能会面临战败的命运 那我们来问一下 杨老师您怎么看 尤其是现在俄罗斯 感觉还是锁定在 乌冬界线上面 各位你知道历史上 攻打过俄罗斯的本土的 来自于欧洲的国家 的领导人只有三位 第一个是拿破仑 第二个是希特勒 第三个就是泽伦斯基 而昨天8月23号是什么日子 你知道吗 1943年8月23号 是结束了长达一个半月 就是叫做库斯克坦克大决战 就是那个时候 希特勒的纳粹 这个德国 整个在攻打 那个时候的苏联 然后就在这里 库斯克 所以大部分是平地 然后有一些丘陵 268万人双方 6000辆坦克 德国后来 因为意大利的莫索里尼 失去阵地 所以他打了之后撤退了 最后是德国撤退结束 德国死了40万人 俄罗斯死了80万人 各位 1943年库斯克坦克大决战 在这边268万人 现在乌军在这边多少人 3万人都不到 你来 我不会再跟你什么坦克炸决战 你还能够再往前推吗 你推不了了 你反而失去了乌冬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想要去 有一点是困兽之斗 而最后的这种 回光返照 在结束之前 我要去抢一块地 然后我来给你以地异地 完全忘记的历史 我刚才讲的 库斯克坦克大决战 俄罗斯人怎么会忘记 俄罗斯军人怎么会忘记 这个事情 他们死了80万人在这上面 所以后面就讲到 这个我们在了解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是俄乌战争 是中美的代理战争 这是个完全错误的说法 这帮拜登在找这个理由 整个拜登这四年 因为他不选了 我必须要讲 他高估了自己 他高估了美国 他错估了敌人 他从70年代做参议员 在美国最高点的时候 到今天美国军事还是很强 但国力大不如前 这个战争可以不必发生 但是拜登眼看着他发生 促使他发生 他可以跟俄国施谈 他可以承诺或者是谈 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的问题 阻止战争的发生 他可以战争刚开始 甚至有和谈的机会 他阻止泽伦斯基去谈 他阻止战争在当时的结束 现在扩大变成这个样子 就有人说 因为普丁是习近平的代理人 他搞什么东西 中国在这个战场上 在这个战争上有参与吗 有介入吗 到现在连原油 俄罗斯的原油 都是印度买得比中国多 最多不跟他做做生意而已 对不对 要帮台湾的媒体 西方的媒体 要帮拜登找解脱 这是拜登的战争 你看他从阿富汗 俄乌战争到加薩战争 表面上光敏堂皇说我们要和谈 上个礼拜还是送了一大批 美国的武器去 给以色列人继续杀巴勒斯坦人 是不是 希腊油人被炸掉 我看全球还满高兴的 为什么 正义之师 对不对 美国在做最后的帝国挣扎 但不断的透过到处的代理战争 拜登真的是一个最后 对于自己国力的那种好损 美国的好损的一个总统 而现在的俄乌战争 赶快美国总统 选举结束进行和谈 而泽润斯基真的高估了自己 因为他忘记了历史 发生过的库斯克坦克大决战 海明哥我们想要来问一下 因为现在有传出一张消息说 北京似乎想要暗住俄罗斯 你怎么看这样的消息全球 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的西方的想法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时候 任何人跟俄罗斯接触 你就是要帮助他 老实说中国大陆如果要帮助他 就帮助他 你又能怎样 所以我现在很明显 中国大陆就是两不相帮 很明显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希望赶快促成和谈 他如果真的要帮 老实讲你西方又指得住 那西方已经讲了两年了 说中国大陆在帮助他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实际的证据是什么 为什么都拿不出来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现在越讲越夸张 说中国大陆要出乒乓的 你觉得可能吗 中国大陆干嘛要干这个事 俄罗斯灭掉乌克兰 对中国大陆的好处是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说有很多人说 俄乌战争美国会得利 你知不知道中国大陆也会得利 耗损了俄罗斯的实力 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坏事 所以中国大陆干嘛一定要急着 希望帮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 没有必要 不就是这样吗 到底跟中国大陆是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 西方自己拿不下这个战争 硬要把所有的过错去推给别人 所以故意再找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 那可是老实讲 现在乌克兰的战略整个变了 也就是我本来以为他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大概是用少量的部队 几千人的部队进行一个骚扰的作战 假设他真的越投入越来越多人 现在已经将近三万人 那就是他把他的最后的阻力 全部往这个方向集中 那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你都不怕你在乌东 会兵败如山倒 他现在在乌东这边 现在越来越危急了 那你是准备怎样 你认为俄罗斯会回防库斯克吗 人家完全不会 现在人家是在后方直接 因为他现在在库斯克方向的部队 大部分是经验不足的部队 所以他也不跟你直接正面作战 他把防线往后拉 俄罗斯土地大得很 他无所谓 他把防线往后拉到正面等 那请问你怎么办 继续进攻吗 你已经失去动能了 防守吗 你守得住你只有三万人 而且你把军队拉到外国去 就像刚刚立将军讲的 你的补给怎么办 你接下来你要耗费更 比以前花费更多的时间跟能量 去补给在国外的这个军队 然后呢 然后你撑得住这个防线吗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警告过 就是如果他们战略上 不搞清楚的话 你接下来的军队 留在库斯克那边 你可能会被摁中捉鱼 结果他们居然还投入更多的部队 那现在俄罗斯摆明的就是 你最好把东西都集中过来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片大平原 你无险可守 你到时候集中越多部队在那边 你到最后就会直接被人家殲灭掉 我个人认为乌克兰 虽然我知道政治上很重要 也许是美国希望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到最后你的主力部队 如果被人家一次殲灭掉 那接下来恐怕就不是乌冬 你会不会再次被人家攻入基辅 我觉得你泽伦斯蒂 真的要仔细考虑这一点 好 我们先会休息一下 那广州就会回来 等您继续讨论 美国总统大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罗旺哲 马上为各位介绍 这也加入的节目的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特别好 前駐纽大使借文吉 院长 阿旺哲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寒军院长李李诗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俄乌的僵局 现在演变成什么样的情况 责伦斯基在乌克兰独立日 喊话说要战争带回俄罗斯 而且签署了多项 针对俄方的法律 他发了一段影片 他说俄罗斯试图摧毁乌克兰 但如今却又回到了俄罗斯的领土了 普京他怎么说 他说责伦斯基称普京是 红场上的病人 不断用红色案件 来威胁所有人 誓言要让俄罗斯知道 什么是报应 话讲的真的是还蛮重的 现在当天签署了多项 针对俄罗斯的法律 当然包括要求 与俄罗斯有关的宗教组织 在9个月内 要跟俄罗斯断绝关系 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国防部 他们怎么做 俄罗斯归还了115名 这些战俘 并且把这些战俘 还有武装的战俘 来给乌克兰 来做这些交换的情况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就是俄乌最新的占领区域 可以看得出来 俄军跟乌克兰 目前在这边 非常的纠结一个情况 最近几周 其实俄军也加快了进攻的速度 并且持续战略后勤的枢纽 被已经包括了像是 波克夫罗斯克的方向 来发动攻势 看得出来 持续的在进攻当中 现在乌克兰怎么说 乌克兰希望说 能够解除武器的禁用令 甚至可是现在拜登的团队 还没有点头答应 因为基辅正在利用战场上的成功 向美国发起了新的施压行动 拟力解除长城武器 来打击俄罗斯的最后限制 但现在就有报道指出说 这个乌方此举 将有助于拜登的历史地位 来争取白宫的大力支持 但是不过这个论点 到现在还没打动拜登跟苏利文 因为白宫还没准备好点头 与此同时 中国跟白俄罗斯发出了联合公报 中国学者就分析了 在欧美还有莫斯科之间 北京拿起一个平衡的状况 李强周四道到访白俄罗斯 会见卢卡申克 卢卡申克以历史性来形容 两国签署的贸易协定 学者就分析说 大陆选择在此时 提升双边的军事经贸关系 明显是要给白俄送暖 但北京最新的联合声明 是还有意识的 要避免挑衅欧洲 看得出来要做到面面俱到的一个方式 习近平10月现在也传出说 将要访俄罗斯 要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大陆驻俄罗斯的大省就说 计划进行访问 习近平也会出席峰会 中美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差 现在有传出大陆的科学家 要离开美国了 又一个顶尖的科学家 要离开美国了 这个是能源专家张祥玉 他向要返回中国来做任教 要返回到中国的东南大学 也成为最新一位 返华任职的中国科学家 这样情形也点出个危机 美国的史丹佛大学 就做出了报告 2018年之后 离开美国的华人科学家 增加了75% 其中有三分之二都回到了中国 大陆媒体就分析 这个意味的是 美国的政客变本加厉 对华人的打压 甚至对整个华界的打压 能有许多 越来越多的华人科学家 开始加速回流到中国去 我们看到 美国的经济 难道真的没有问题吗 还是美国的经济 已经要崩盘倒数了 现在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 现在就有投资营肉公司警告了 FED降息三次也阻止不了 你包括降息 也不注意引导市场的摆脱衰退 首席的策略士就说 有些事情正在迅速崩溃 什么事情 现在就传出说 美国人穷到连卫生棉都买不起 现在一片卫生棉涨四成 陷入了月经贫困的困境 美国现在正如陷入了月经贫困的困境 从2019年到现在 卫生棉条价格大幅上涨了 41% 36% 有多达五分之二的美国人 受到月经贫困的冲击 专家就说了 美国的中产阶级 在过去五年不断萎缩 一般民众可支配的所得缩水 所以才会压缩到这些东西 甚至压缩到日常所需的 一些开交的支出 所以看得出来通膨的问题 影响美国非常大 现在贺锦丽她在竞选当中 她也要坦出一些策略 她说要提出禁止轰弹物价 要打击通膨 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不赞同 她说这样子好像不利于市场竞争 反而会伤害到美国 帮不住不了美国的消费者 所以好像是反其道而行的感觉 好 华国先请教一下介大使 介大使怎么看现在 俄乌的僵局情况 现在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 乌克兰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是 这个战场的话 它现在两个多礼拜下来 它的整个占领范围 并没有扩大得很快 大概就是说一千多平方公里 然后居民点大概就是 居民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村庄 大概就是八九十个 然后它的纵深进去并没有多少 我看大概就是很多人报答 大概就不到 这个三十多公里 所以它这横纤面是比较宽的 所以它可是深入的 不够不够不够深入 那这个原因就变成 基本上还是补给的问题了 补给 补给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在你这个俄罗斯 境内的乌军进行这个 所谓的火力掩护 那你就不必派这种 重型的大的装备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攻击性武器 进入到俄罗斯 所以双方看起来就是说 俄罗斯 乌克兰它并没有要 再进一步 占领大片俄罗斯土地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责任司机也讲得很清楚 一开始他的目的 政治目的 我们今天讲军事行动 他后面有政治目的 对 战略目标 责任司机也讲过两次 他有一点变化 一开始说我是要为了和平 谈判取得更多的筹码 所以我去占你一块俄罗斯的地 将来在谈判的时候可以交换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 后来 过了一个礼拜 还有改口 他说我现在是要怎么样 要在俄乌的军队之间 建立一个新的缓冲区 就是说战场上的缓冲区 所以他也表明了 他没有再继续怎么样 北上莫斯科 再往俄罗斯的众生打 不过这个就是说对过去来讲 对俄罗斯来讲 普丁已经一直讲说 你要打我本土 这是个红线 这个不能随便打 打的话你就遭致严重的后果 可是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的反制措施 也不是像他之前讲的那样子 你跨过红线我就痛打你 现在好像也没有 不过这个 基本上双方现在都在调兵遣将 俄罗斯大概他已经调兵遣将 准备了 俄罗斯这个军方已经讲了 他们说普丁决定要反攻了 要反攻了 那么不过就变成现在这个 看起来迹象还不是说那么明确 可是在原来的既有的乌冬的战场上 现在俄罗斯的攻势加强 也就是说虽然乌军攻入了俄罗斯 可是俄罗斯并没有重新把他的军力部署 做大幅度的调整 而在东线的战场上 反而加强往线推 那么前一阵子这个纽约正好 事实上他被攻下来 现在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在这个东岸的 十几年下来守得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重心 也是一个后勤补给最重要的基地 红军城部分已经开始了 把这个老百姓要撤走了 可见就是说这个压力也很大 可是这个说 这个还在说之间 传闻之间 两个礼拜过去 红军城也没被打下来 然后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土地 好像也没有继续的后续效果 看起来背后都各有盘算 各有盘算 我认为就是说 我的研判基本上 双方都是 怎么讲 都知道这个后面 这个战场扩大的很重要原因 是美国的选情 是 美国这个选情 最近前一阵子 热闹了两个礼拜 最主要是什么 民主党在开全国代表大会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冲洗 就是说给拜登的 这个俄乌战争的策略 给他带来一些正面好的消息 你看乌军不但没有败 而且还打入到俄罗斯的境内 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标题 全世界都在报 那详细的细节一般人看 一般老百姓看着 不会去深究他的细节 看标题而已 看这个标题 不得了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 这一次乌军打入到俄罗斯境内 就为民主党在美国的总统大际 立下了汉堡功 那你说普丁他会不知道吗 我认为普丁他也要找机会下手 为什么 普丁也要找机会下手 让拜登跟民主党受点教训 可是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我认为成熟的有两个时机 一个是9月10号 也就是川普要和贺锦丽辩论的那个前后 我认为那是一个时机 政治也是胜之实责 要讲时机的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普丁他已经跑到车城调兵遣将 大概布阵差不多了 我觉得他可能出手时机会在10月 这个10号的前后 那么目的是什么 就打击民主党 因为他希望他的好朋友川普赶快上台 所以背后可能就是有牵动 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情况 我请教一下吕建长 我们如果说 看到最新的一个选情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大使所提到的红军城 他的位置在这边 我们看到红军城这附近 就在23号这一天 一共发生九处的不同的一个冲突的状况 也就是短兵相接 如果说我们同时看到同一个时间点 库斯克的状况 库斯克到底打得多激烈 只有一个冲突点 他并没有很大的冲突 为什么 因为其实没有部队在那边 他其实 我们真的要想清楚的 也就是俄罗斯是不是 他上演一出叫做空城记 他在这里其实没有部队 就让诱敌深入 俄罗斯经常打的就是诱敌深入 你诱敌深入之后 然后再把你围起来 然后围起来之后 围点打圆 就是你来援助的我就打你 然后你原来被围的 我就把你困死在这里 然后泽伦斯基还在这里 发表演说 鼓舞士气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 就是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红军城附近的状况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如果看到这个8月6号的时候 俄罗斯的最前线 距离红军城有16公里 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22号的话 它的距离只剩下8公里 大家以前一般都认为 这每前进一公里就是一个绞肉机 可是短短的这几天 就直接推进了一半的距离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已经将部分的部队抽掉 直接进入到北线的部队 所以我们这样讲 另外还有讲到说库斯克这个地方 他们说最近被击落了 被三座桥 直接被海马斯给命中 命中我们必须这样讲 他其实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乌克兰的部队进入到了 库斯克州的这个部分 他的这一个三座桥在哪里 也就是这三个红点的位置 也就是其实这跟俄罗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打这个只是告诉大家 海马斯很好用而已 但是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最近你 已经获得了F16这么久 你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地方用 是不是就是讲到说 F16其实是禁止进入俄罗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泽伦斯基他这么想要 想要让所有的武器能够进入 俄罗斯的这个境内 其实他讲的就是F16 那我们看到这三座桥 大家以为这三座桥很了不起 这最东边的这座桥 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兵搭建的浮桥 其他这两座桥 我抽出中间这一座 量给大家看 它的长度只有112.44公尺 但他说这也蛮长的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如果说以这个 我们台北市大直桥来讲 它的长度是什么 169公尺 比这个长度还长 大直桥比较长 对 如果说我们再讲到说 官渡大桥的话 那官渡大桥更长 642公尺 所以其实这个桥 其实是很短的一座桥 对 然后他也很容易搭建浮桥 工兵一下就完成了 你把它打断了 他立刻再搭一个就是了 其实没有这么困难 另外我们讲到说 也就是即将在俄罗斯的克山 他所要举行的金砖的峰会 这一次的金砖峰会有别于 过往也就是之前所加入的 这几个国家 无论是沙烏地阿拉伯 或者是阿联酋伊朗 或者是伊索比亚以及埃及 这些国家是第一次与会 那同时我们刚刚讲到说 李强总理已经到了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也表达了加入金砖的意愿 可见金砖现在变成非美 然后非欧的这些国家的重中之重 好 请教兵哥 我是觉得 现在 泽伦斯基一直在不断的宣传 他们在库斯克这个地方的战果 可是很显然的 他的公式呈现一个停滞状态 他的推进能力好像已经枯竭了 他现在只能看能不能守住那个地方 可是我看 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不是 泽伦斯基的想法 而是普丁 你看普丁一点都不急 他既没有把乌东这个地方的公式停止 也没有抽掉其他的部队 他就是在那边慢慢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满恐怖 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在期望你 乌克兰最好把更多的部队 調往这个地方 那你如果把更多的部队 調往这个地方 到最后会不会就直接 被人家在那边殲灭 因为如果 他在库斯克这个地方 未来假设遭到重大的挫折的话 那他乌东 到底要靠什么兵力去守住 因为他的兵力已经枯竭了 所以我觉得 哲伦斯基自己要去想清楚 你做这样的豪赌 因为说真的俄罗斯领土那么大 库斯克离他的莫斯科 还非常遥远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对俄罗斯来讲 完全就是一个边境的 一个小的结婚 对 没差 那对你呢 如果你一旦在那边 遭遇失败的话 你会不会到最后丢掉 不只是乌东 所以我真的觉得 哲伦斯基自己要去想清楚 那至于美国 现在对大陆 当然是各方面的前置 而且会造成很多在美国 本来做事的这些科学家 或是这些学者 他现在处境越来越艰难 所以为什么会 现在这么多人 会选择回到中国大陆 其实也不单纯只是因为民族 民族那种荣誉 或是爱国心 不单纯是因为这样 而是因为他在美国的生存 越来越困难 因为美国现在越来越刁难他们 在很多地方去质疑他 你是不是要从事间谍行为 或这些东西 被怀疑 所以如果美国不改变这个政策的话 那只会造成更多的华人科学家 离开美国而已 这个大概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这跑不掉了 那倒是美国现在经济 状况到底怎么样 其实如果你 就是按照这种 经济衰退的定义来说 通常是以两个季度的成长 副成长 成为副成长的话 才视为经济衰退 可是现在其实并没有出现 这样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 大家都开始恐慌经济衰退 其实就是 大家对整个市场的前景 感觉上开始忧心 然后市面上面 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非常多 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到处在宣传 就跟我们台湾一样 说这一切都是认知作战 都是假的 对 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 但是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 经济措施出来 才能够挽回民众的信心 所以未来就看他们的联准 会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东西 那是单纯用这个降息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 整个美国 现在不管民主党跟共云党 越来越走向保守主义的色彩 开始关税壁垒 开始 其实你会觉得 它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跟美国自己立国精神 开始背离的时候 美国真的还能够 持续成为世界的霸主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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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